你 妈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我吃了 妈 你吃了吗 我当然吃了 先回房间 崇敏 崇敏 你今天在哪里吃饭呢 叫外卖啊 你叫外卖啊 你没有带宝莲到外面去吃啊 我抬她干吗啊 我抬她公司加班呢 我还以为 你陪宝莲到外面去了呢 妈 我跟宝莲只是 不同了同事而已 你别老硬 把我们扯在一起 她发现扯着真的怎么办 扯着真的好啊 今天我还得 我知道 妈 你打电话给敏俊了是不是 你想叫敏俊来撮合我们宝莲 你怎么知道的 少华说的 这少华 这事跟你说干吗呀 妈 我跟你说啊 别找女朋友呢 是我自己的事情 去 我不想第三者来参考 什么 你说我是第三者 我怎么是第三者啊 我是你妈呀 妈 对不起啊 我说错话了 我不是说你第三者 我只是 你只是什么 我知道你故意气我 所以不愿结婚对吗 但你知道我的感受吗 你根本没有把我当着你的妈 妈 妈 你别这样行不行啊 什么事情都可以勉强 唯独感情不可以勉强的 你就让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 行不行啊 那你要处理到什么时候呀 那你自己的感情呢 不是一直自己在处理吗 那为了自己的感情 受了那么大的罪难道你不难受啊 我和你爸爸的事情 跟这件事情完全是两回事 你怎么可以撑在一起 妈